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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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ase不會太難 因為你找幾個例子試試看 你大概就知道會是這樣子 OK 我們看怎麼證 我要把我該有的條件都要用上來 第一個我是要做這個分解 我就把它寫出來 第二個我可以用條件是什麼 可以用條件是說它是對稱矩正 我能用的東西都要用出來 如果你沒有用出來 所以那個條件根本就不需要 你守候定理就要把那個條件拿掉了 好 那我要它條件是什麼 它是對稱矩正 對稱矩正是什麼 它的transl等於它自己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算一下它的transl 所以算一下它的transl 它的transl就是個別取transl 把它順序反過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等於它自己 然後我可以畫 我先把它畫一畫 因為第一次對角線矩正 diagonal matrix diagonal matrix的transl 是它自己 所以這個等於這樣子 OK 沒問題吧 它自己 好 然後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A是 symmetric 所以這兩個要相等 所以這兩個要相等 因為它是 symmetric 它會等於這個 它會等於它 因為它會等於它 因為它會等於它自己的transl OK 好 好 然後再來怎麼辦 再來 我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我有一個東西 我沒有證 對不對 我有跟你講過一個 就是我把這個矩正 做LDU分解的時候 我滿足那些條件的時候 這LDU分解是唯一 對不對 LDU分解唯一 因為這個還是個Low-O-Transl 對不對 這個原來是 U是Apple-Transl跟Matrix 你把它取transport以後 對表線還是1 然後Apple-Transl跟Matrix 就變成Low-Transl跟Matrix 那這個呢 這個L原來是 Low-Transl跟Matrix 你把它取transport以後 對表線還是1 並且Low-Transl跟Matrix 就變成Apple-Transl跟Matrix 所以這個是Low-Transl 這也是Low-Transl 然後這個是Low-Transl 這是Apple-Transl 這也是Apple-Transl 然後把A做LDU分解的時候 我前面有一個性值 我沒有證 那個證明會出現在 我等一下要發的 第一個烘火裡面 OK 結果假設它對 假設它對 好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對 這個它要等於它 它要等於它 就整完了 所以很簡單吧 我就用那個東西 我就一下子出來了 這個分解是唯一 然後Record在這個Low-Transl 所以L會等於U的Transl U會等於L的Transl L等於U的Transl U就等於L的Transl 所以就是 就是這個結果 U等於L的Transl 就這樣 就證完了 沒問題 所以我原來沒有證的東西 我是現在要用的 然後我就這樣 就一下子出來了 我用那個唯一的那個性值的話 LDU這個分解是唯一的這個性值的話 它就會等於它 它都是如果傳一個隊友 像是E 它都是Apple傳一個隊友 它會等於它 它會等於它 所以就證完了 好 OK 有問題 好 所以 這個Sematary Measure 你在做這個LDU分解的時候 如果你在做的過程裡 不需要Row-E-Change的話 這兩個 這個前面這個Low-Transl 後面的Low-Apple-Transl 剛好是對稱矩陣 就看起來很漂亮 好 OK 那再來呢 再來我要介紹這個Permutation-Mature 那這個事情 要介紹這個事情 主要是要解決 因為我前面都一直假設 我在做這個 做這個高次消去法過程 不需要做Row-E-Change 所以我可以變成LU分解 或者是LDU的分解 那下面我就要處理 它需要做Row-E-Change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還是要寫一個類似這樣子 LU分解的式子出來 對不對 你數學都希望是 越廣越好 你的結果能Cover的範圍是越 包含的範圍越大越好 對不對 那我一直在假設 做高次消去法過程 不需要做Row-E-Change 我現在把這個範圍擴大到 需要做Row-E-Change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是可以做類似的LU分解 就稍微處理一下 那那個看起來好像 你好像原來假設好像很討厭 好像限制很多 你就發現後面稍微解 稍微處理一下根本不是問題 好 OK 所以我們就先要處理那個問題 我們要介紹這個叫Permutation Matrix 我們前面大概看過一些例子 Permutation Matrix的例子 廣義的Permutation Matrix是這樣定義的 不錯 好 來… 好 这样子的矩阵叫做permutation matrix 什么叫做permutation matrix 就是说我一开始有一个identity matrix 有一个单位矩阵 然后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可以怎么得到 我就把这个单位矩阵的rho 我就用任何顺序把它重排一次 就是in any order 就任何顺序把identity matrix的rho 把它重排一次 排一个任何的顺序 那得到结果 我就叫做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permutation就是排列的意思 我把这个identity matrix的rho 随便做一个顺序排列以后 得到那个矩阵就叫做一个排列矩阵 permutation matrix 比方举个例子 3x3的permutation matrix 3x3的permutation matrix 好我要填空 我要填什么空 我问你说有多少个3x3的permutation matrix 全部有多少个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个是identity 这就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因为我说任何的order 那原来的order也是一个order 所以这个是permutation matrix 这已经一个了 比方说我可以把这个 第一个肉跟第二个肉换过来 这也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这也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我说任何order 这个三个肉 我用任何order重排一次 就得到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所以这个是permutation matrix 比方说 我把这个第一个肉 跟第三个肉换一下 第二个肉不变 这也是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比方说我第一个肉不动 把第二个肉跟第三个肉换一下 这也是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所以不管我怎么换 这三个e都一定出现在不同的colum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在不同colum 不管你怎么排 也是在不同colum 没问题吧 那这两 这三个 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 类似的 第一个我们以前叫做p21 对不对 这我叫做p21 就是把第一个肉跟第二个 第一个肉跟第二个肉互换 对不对 这p21 这是个肉一圈圈圈圈圈圈 这是我们以前的p31 对不对 第一个肉跟第三个肉互换 这是我们以前的p32 第二个肉跟第三个肉互换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四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permutation matrix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permutation matrix 就是我把这三个肉随便排 除了这样子排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permutation matrix 比方说 这个 这个也是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我这个第一个肉在最后面 第二个肉在最前面 第三个肉在第二个 这个也是permutation matrix 因为我说任何order都可以 比方说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嘛 第三个肉在最前面 最上面 然后第一个肉在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肉在第三个 这是permutation matrix 那这两个permutation matrix 都没有单纯用一个 没有办法单纯用两个肉换掉 得到 因为这三个肉都变位置了 对不对 那这两个你稍微看一下 你发现可以这样子得到 你把这两个相乘就得到它 这两个相乘是什么意思 就是右边先做 你先乘它嘛 对不对 你先把第一个肉跟第二个肉换了 一开始你把第一个肉跟第二个肉换了 再把第二个肉跟第三个肉换了 所以第二个肉就跑到第一个肉 第一个肉就跑第三个肉 第三个肉跑第二个肉 从里面先看 因为你先乘里面的 第一个肉跟第二个肉互换 换完以后第二个肉再跟第三个肉互换 就得到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没办法换一次 因为这个三个肉的位置都不一样 好 然后还有没其他的permutation matrix 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答案是多少 填空题 这答案是多少 6 知道吗 这种都叫permutation matrix 3 by 3的permutation matrix 全部就这么多个 就是6个 就是你这个肉用任何的order排斥 就叫做permutation matrix 好 然后我把这个问题推广 这是3 by 3的问题 那我问你说 n by n的permutation matrix 有多少个 of order n of order n的意思就是n by n的矩阵 那个是order 3 of order n的permutation matrix 有多少个 多少个 这个中国古时候 3就是多 对不对 所以suppose你3的问题会了 n的问题就会了 问题吧 所以多少个 通常2还不见得推广到n 3就差不多了 3就差不多了 多少 多少个 n factorial n皆成种 n factorial 那个英文念factorio n factorial n factorial n factorial是怎么定义的 n factorial是这样定义的 n factorial等于什么 n等于n-1的factorio 这是recursive的定义啦 然后0的factorio是1 n factorial 所以n factorial等于n乘n-1的factorio n-1的factorio等于n-1乘到n-2的factorio 所以一直把它带进去 就会得到这等于n乘n-1 一直是乘乘2乘到1 对不对 所以3的3 factorial就是3乘2乘1是6 然后这个n乘到n1就是n factorial 这个就是排列的顺序啦 就是1到n这n个数你怎么排列 那一共有n factorial的种 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位置有三种可能 这是3 第二位置之下两种可能 又有一个已经排掉了 所以3乘2 第三位置之下1 所以3乘2乘1共6种 那这边也一样 第一个位置有n种可能 然后第二位置 n-1种可能 n乘n-1乘n-2乘到1 所以是n阶层种 n factorial 好 factorio通常是这样定义的 就这样定义的 一回的定义 好 OK 好 这只是知道 所以这种东西叫做permitation 就是你把肉把它换 把它重排一下 就不只是两个肉兑换了 我in general 可以把这个肉全部重排一次 所以比方说 我左边乘上这样子的矩阵 比方说我左边乘这个好了 我一个矩阵 左边乘这个 permitation 答案会怎么样 第二个肉 会跑到第一个肉来 第三个肉 会跑到第二个肉去 第一个肉 会跑到第三个肉去 对不对 所以乘上这个东西 就是把原来的那个矩阵的肉 把它照这个顺序 把它重排了一次 所以这叫做permutation matrix 好 这种叫做permutation matrix 让我稍微看一下 permutation matrix的性质 我们要看什么性质呢 我要看它的inverse的性质 我们前面看过 比方前面看过这个p32 对不对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inverse p21 比方这三个 我们都看过 对不对 这个inverse就是它自己 这个inverse也是它自己 对不对 这个inverse也是它自己 这三个例子的inverse 都是它自己 但这两个的case就不是了 不是它自己 那in general 它是permutation matrix的话 它的inverse是什么 inverse是什么 你看得出来吗 这四个case都是它自己 那这个case inverse是多少 这个case inverse是多少 这个case inverse是多少 Case inverse是多少 我是第一个肉 跑到第二 第一个肉 跑到第三个肉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第三个肉搬回来 是不是 我要把第三个肉搬到第一个肉来 所以我第一个地方应该这样子 然后我第二个肉 跑到第一个肉去了 所以我要把第一个肉 放到第二个肉来 第一个肉放到第二个肉来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就在这 对不对 所以这个inverse就是这个 对不对 然后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它跟它有什么关系 它是它transpose 对不对 所以同理这个inverse是什么 这个inverse就是它transpose 那这个inverse 就是它transpose 就是它transpose 那这个inverse 就是它transpose 那为什么就是它自己呢 因为它是对称矩阵 这四个都是对称 所以它的inverse就是它自己 因为它是对称矩阵 OK 所以你光看这个例子 你光看330例子 你如果不够 你用一个440例子 440就多了 就24了 你可能搞得麻烦一点 实际上看几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那这inverse是什么 inverse就是它transpose OK 它inverse就是transpose 好 这怎么看 这个证明其实蛮简单的 假设p原来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p只是把 这个adentimation 以做permutation 假设它di一个row是这样子的 这是它的di一个row 那它的transpose呢 因为我要证 它的inverse就是transpose 就是它乘上它的transpose 得到identity就对了 那它inverse就是transpose 我假如去show p跟ptranspose相乘 等于单位矩阵 那它就是inverse 所以我去看这个p跟p的transpose 这个基本上是知道答案以后 我才这样想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 你可能还不见得知道这样想 这是知道答案以后 我要证明的时候 我这样看 然后这是di一个column OK 假设p的di一个row是这样 01后面就是0 那它transpose以后 它di一个column 就是01后面就是0 对不对 那我要相乘 你知道啊 我要乘 我怎么乘 我两个矩阵要相乘 如果比方说p乘ptranspose 比方说p乘ptrans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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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样位置 就是同样位置啊 对角线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怎么算 这是他的di一个row 跟他di一个column 这样乘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di一个row 跟di一个column 这样乘 他乘他 加上他乘他 再加上他乘他 这样一直下来 对不对 那当我跟di一个row 跟ptranspose di一个column的时候 这个1刚好会对到 因为他都是第二个位地方 0乘0加上1乘1 所以两个1刚好会对到 所以这个乘了以后 变多少 变1了 就是说p乘ptranspose of theii 是1 所以任何的i 都是成立的 因为permutation matrix 不管你去看他的row 或看他的column 都只有一个1 其他都是0 当你是同样 肉跟同样column 比方同样第二个row 跟第二个column 你这样子成的时候 那个1才会对准 所以两个一样的时候 1才会对准 那不一样的时候 1就对不准了 如果i不等于接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0 因为根本两个1会对不到 两个1会对不到 所以 那这个是什么 就在对角线是1 其他地方都是0 这就是单位矩阵嘛 这就是单位矩阵 对不对 对角线是1 其他都是0 这就是单位矩阵 所以p乘p的transpose 就會是单位矩阵 所以同力我可以秀另外一边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单位矩阵 这个同样你可以同样方式秀 因为p的transpose 还是个permutation matrix 你把p取一个transpose 它还是permutation matrix ok 好 所以我得到这个 所以我就证完了 对不对 这个ptranspose 从左边跟右边乘多单位矩阵 所以它是inverse 但是当然这个是个证明 所以我是知道结果 是要证这个 我已经知道它是transpose 以后 我想办法去证 这个其实很简单 最后我稍微占一点时间 后面还有一点东西 那最后我讲这些东西 都是要干什么 我前面讲过 我稍微占个五分钟左右 我讲这些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读假设 就是我在做高斯消去法的时候 这个我不需要做rho exchange 那我现在要考虑的情况就是 当我需要做rho exchange的时候 怎么办 那我怎么样表示成 类似LU分解的东西 那我前面说 如果不需要做rho exchange 我就可以变成LU分解 那如果需要的时候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从A做分解的过程 我要做elumination 我还要做rho exchange 再elumination 再做elumination 我就一直在乘1 乘P 这样一直乘 所以如果rho exchange要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变成怎么样 我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我这个A 我把它变成U的时候 我是相当于左边一支乘矩症 我会乘一些E 就是消去的矩症 会乘成 搞不好需要rho exchange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 乘一个rho exchange矩症 然后乘一乘乘 又要从elumination 然后某个地方又要乘一个P 对不对 这样一直下去 OK 对不对 我会 因为我会做elumination 然后需要做rho exchange的时候 我找不到P法 要把下面一个肉换上来 我再要做rho exchange 然后做elumination 就会乘一堆这些东西 那如果我只是把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矩正的 反矩正乘过来 因为这些东西都存在反矩正 都是invertable的 我把它乘过来的时候 就变成 比方我先乘P那边 先乘P 再乘E的invert 再乘P 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变成这样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整理 像前面的时候 我变成LU 这么漂亮 对不对 因为我这边就有一些rho exchange matrix 这个东西成起来 就不见得是一个rho exchange 因为我做了rho exchange 就是没有办法变成 这么漂亮的东西 好 这是我碰到的问题 知道啊 当我把这个条件拿掉的时候 我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就没办法把那边 整理成这么漂亮的柿子 没问题吧 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现在问题我怎么办 因为数学上我一定要 我还是要 通常就算广义可以 我还希望写一个好看的柿子 数学这个蛮重要 这个perfect这个完美好看 是数学很重要的东西 要漂亮 那我怎么办 你想想看怎么办 我还是要类似写 最好还是要写一个LU 但是我可以容许 我做这些rho exchange 我一定会 最后就是整个效应 我会有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在那边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 还是要看到这个LU 这种漂亮的东西 怎么办 你这样想 你就掉到这个里面去了 你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P在里面 也不在外面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这样想 你就掉在线 在这跑不出来了 所以你怎么办 你就跳出来 就说 我这边为什么会在里面 是因为我需要的时候 我才换嘛 所以我就会跑到里面 那我怎么办 我可以 我一开始就换了嘛 是不是 反正我里面要换 那我就 我一开始就换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 一开始怎么换 你就run的过程 就知道要换什么 你把整个换的结果 就一开始全部把它换掉 就是你把这个Row 一开始就整个排好了 排好以后 它就不需要做Row to change了 OK 所以怎么办 所以 我们可以把它 一开始就做 我不要等到需要做的时候 我才做 我Row to change 我一开始拿到A的时候 我就把Row 把它调一调 调到一个适当的顺序 然后呢 让这个 我家做高知消去法的时候 不要做Row to change 真的 我可以一开 一开始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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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要做几个 我就一开始就做了 因为基本上 你那个东西只是 肉在哪里而已 我就一开始 把全部需要做的东西 都做完了 所以一开始 我就把这个Row 把它排一排 整个把它排一排的效应 就是你乘上一个P P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你只是把Row 排一排嘛 所以整个效应 就基本上只是相当于 乘一个P而已 那P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Row 依照某个顺序 把它排一排 一个正确的顺序 那什么叫正确的顺序 什么叫正确的顺序 我等一下做消去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去换这个Row了 它就已经对了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呢 我就去找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P是一个permutation matrix 它乘上A A从左边乘A 就是把A的Row 把它重新排列一次 然后排列成某一种 适当的顺序 那这个顺序 就是说 我等一下在做消去的时候 我就中间 就不需要做Row exchange 这个事情一定做得到 没问题吧 因为我反正后面 只是在做Row exchange 所以PA 调了以后 它不需要做Row exchange 所以我做高四消去法以后 PA这个矩阵 我就可以分解成LU了 对不对 我就分解成LU了 所以in general 这个问题 变成LU factoration的话 我就基本上就是 左边多乘一个P 事情就解决了 如果你一直在这边想 就跳不出来 那我这个怎么办 你就跳出来想 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一开始把顺序排队就好 那另外一种可能 这是一种可能 PA点LU 这是一种可能 就是说 一开始就把顺序排好 然后你后面就不要做Row exchange 第二种可能就是 我最后再做 对不对 就是说比方说我在消去的过程里 我这个是Piva 这Piva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发现没有 然后这个Piva在这 我要把它换过来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不要换 我就凹凸不平 我做完了 最后再把它调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你也没关系吧 所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我这个Row exchange 整个做完了最后再做 最后再一次做 再把它变成这个Apple triangle 上三角矩阵 再把U变成Apple triangle 所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我把这个Row exchange 把它hold住 直到我的elimination都做完 If you holdRow exchange until after 就做完的时候 那这时候做出来 那个U就不是刚好上三角 然后我再把Row调一调 它就变成上三角了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的分解就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 原来是 原来是L L inverse A L inverse A 那这个东西不是个Apple triangle 所以我把它排一排 排成Apple triangle 所以L inverse A 所以L inverse A等于P 变成PU 所以最后分解我就写成这样子 就变成A等于L1P1U1 我这L1P1U1是跟刚才这个区别一下 就是 这时候 这个可能跟前面不太一样 所以我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另外一种可能 我是变成这样子 就需要Row exchange的时候 我是把它分解成这样子 就是我到最后了 到最后 就相当于Laple triangle 经过排了以后 变成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再把它乘过来 因为乘过来就变成这个 所以P就出现在这里 这个P出现在这里 是我一开始就把A 顺序排了 那P出现在这里 是我把做完Immination 我再把这个顺序排好 所以P就出现在这边 就是看你这个Row的排法 是一开始做还是最后做 那就会出现在这两种缝 所以广义 我需要做Row exchange的时候 我的LU分解可以写成这样子 或者写成这样子 通常写成这样子比较多 因为这个比较好看 OK 好 所以这部分我就讲完了 所以 需要Row exchange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分解成P A等于LU 只是多乘一个排列矩阵而已